来看这道题 有两个线程编号分别为零和一 他们会去使用一个共享资源 然后必须实现一个互斥的机制 让他们互斥的使用这个资源 题目给了这样的一段代码 那其实这个函数它就是进入区嘛 而线程使用这个资源的时候 是不是就意味着它其实是处于临界区的代码 当使用完这个资源之后 还需要执行退出区的代码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进入区的代码 这个函数它到底干了什么事情 这个函数有两个参数 一个叫MyThreadID 就是我自己的线程号 然后另一个线程的线程号 这样的两个参数 0号线程如果要调用这个函数的话 那么那第一个参数是0 第二个参数是1 也就是说这个参数指明了自己的编号 而这个参数指明了另一个线程的编号 因为只有两个线程嘛 一个是0一个是1 那如果是线程1要调用这个函数的话 它传入的参数是不是应该是1和0啊 因为对于它来说自己的编号是1 对方的编号是0嘛 那在这个函数中 它首先是对Flag这个数组进行了检查 检查与对方相对应的那个标志位是否为True 如果为True的话 那第一个小文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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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在调用函数的时候 传入的参数是0和1 而P1是1和0 那么P0先执行第一句 也就是这个while循环 他发现由于flag这个数组的两个元素 刚开始的初始值都是false 两个元素的值都是false 因此P0在执行1这一句的时候 是不是发现此时flag1是false 所以这个循环条件没满足 因此P0可以继续往下执行 而在P0执行了1这一句之后 如果此时发生线程切换 切换成P1 那P1也执行1这一句 同样的这一句会发现 对方的标志位也为false 那这样的话P1进程也可以往下执行 所以接下来P0和P1都可以执行到2这一句 然后都把自己的这个标志位设为true 那执行了2这句之后 是不是进入区的这个函数就已经结束了 因此接下来P1和P2两个进程 都可以顺利的进入这个临界区 可以同时访问这个临界资源 因此可以实现能忽持吗 是不能的 对吧 那大家在自己答题的时候需要说清楚 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不忽持的情况 好那这是第一小问 双标志先检查法 有可能导致两个线程或者两个进程 同时进入临界区 同时使用临界资源 那再来看第二个小问 如果把这个函数的一二两句互换一下位置 结果会怎样 那把它互换一下 其实就变成了双标志后检查法 对吧 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这种情况下 P0和P1并发运行 那flag数组刚开始两个元素都是false 对吧 P0执行了一这一句之后 它自己的这个值 这个值是不是就变成了true了 接下来发生了线程切换 那么P1上处理机运行 P1执行了一这一句之后 是不是也把自己的这个标志位 设成了true 那接下来如果再切换回P0 那P0在执行二这一句的时候 发现对方的标志位 此时是true 那这个循环的条件满足 因此P0进程会被一直卡在这 就下不去了对吧 那同样的P1进程 再上处理机运行的时候 也会发现 对方的标志位也变成了true 因此P1也会被这个循环卡住 因此如果改为双标志后检查法的话 那么有可能出现两个县程 都无法进入灵界区的情况 那同样的答题的时候 也需要把这个过程给描述清楚 好那么这道题其实就是双标志先检查法 和双标志后检查法的一个原题的考察 其实都没有做任何改变 只不过是把它包了一层函数 这个地方为跨考的同学解释一个问题 也是去年有同学提出的问题 有同学不明白 这个地方写一个分号到底对不对 我们来这样理解 假设现在我们写了这样一段代码 叫做while flag0等于true 后面跟一句i++加一个分号 然后再后面再跟一句 跟一句什么 再跟一句j++吧 这样 好那这段代码的意思就是 如果flag0等于true 这个条件满足的话 那么就会执行i++这个语句 这个语句执行完了之后 还会再进行下一轮的while循环检查 如果这个条件还满足 那么还会继续i++对吧 直到flag0不等于true的时候 这个循环的条件不满足 那此时是不是才会开始执行 下面这个循环之外的下一个语句 那这是我们熟悉的写法 好那假设我们在这个地方 不写i++只写一个分号 那其实这种写法是意味着 这儿是一个空语句 执行一个空语句 其实就相当于什么也不做 但是逻辑其实是一样的 如果flag0等于true的话 那么执行这个空语句 空语句执行了之后 再进行下一轮的检查 如果这个条件还满足 那还会再执行这个空语句 那一直这样循环 直到这个循环的条件 不满足的时候 它才可以跳出这个循环 执行循环外的下一个语句 所以这个地方分号写在这儿 其实只是把这个分号 写到了这个位置而已 但是它导致的效果 其实和我们这儿解释的 这种是一样的 所以这是去年跨考的同学 提的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这儿单独写一个分号 好的 那么这道题将就结束 感谢观看